上期说到蚁王吸食肝临路 重生之后记不住 小节断臂换救赎 骑牙来时晚一步 大家好我是全书 本期是欠合一篇的结局 蚁王在来到西塔二楼的时候 普夫已经把棋盘和棋子收走了 因此蚁王并没有想起什么 同时普夫看了油皮一眼 油皮也示意自己不会说出小麦的事情 这里有个细节油皮开始咳嗽了 此时蚁王觉得自己的困扰 可能和示意有关 普夫说那只要多看一些东西就能想起来了 随后蚁王问起了挑选的事情 普夫也才想起后面来的人还没有撒铃粉 油皮则说自己要找比多 听到比多的名字之后 蚁王一下就想起了这个人是谁 看来除了画面之外 言辞也能唤醒蚁王的记忆 普夫这时示意油皮要保密 然而蚁王在想起比多之后 就想到自己好像拜托他处理什么事情 他让油皮快点把比多带回来 结果普夫多嘴说了一句 目前这附近还有剩余的敌人在 然后蚁王就想一起去找比多 并顺便处理掉敌人或问些情报消遣一下 但这样的话他就会看到小麦 蚁王的安全并想阻止 这时蚁王终于怒了 只见他散发出非常强大的气 并质问普夫 来你果阿贡我要怎么输 蚁王散发出来的气 几乎让拿骷髅他们彻底绝望 拿骷髅判断这需要国家级别的武力才能增压 因此他叫上梅雷翁赶紧撤 然而梅雷翁这时竟然还没有放弃报仇 毕竟蚁王干掉了他的养父 可对拿骷髅来说这只是一个任务 两者目的不同他们的步伐也不一样 随后蚁王展开了自己的圆 他以闪光的速度照亮了宫殿四周 瞬间蚁王发现了剩余的四名敌人 他一下就打晕了拿骷髅和梅雷翁 由于有事情要问 所以蚁王没有干掉他们 另外蚁王也知道还要两个人没抓 这时那个凡人的普夫又提出了一个建议 既然要消遣那不如我们来比赛 阿姨提到比赛蚁王又觉得有什么东西忘了 普夫的建议是这样的 他和油皮去找比多 蚁王去找剩下两个敌人 限制条件为普夫撒联粉的时候蚁王不能动 这个时间油皮可以去找比多 蚁王在普夫撒完粉之后行动 并且他只能再使用一次元 而蚁王此时附加一个赌注 如果他输了就满足油皮他们各自一个要求 但如果他赢了 普夫就要把隐瞒的事情讲出来 原来蚁王已经感受到了 普夫和油皮内心的强烈愧疚 但他同时也感受到了赤胆忠心 所以蚁王才没有过多苛责 听完之后 普夫召回了七分之一的分身 他以自己的性命起事 一定会尽全力比赛 另外蚁王有提前输了自己的目标 一只章鱼和一个背着行李的女人 随后比赛开始 普夫让油皮先在附近等比多 不过因为他这时的身体只剩七分之一 所以普夫撒联粉的速度会比较慢 目前清楚最多情况的只有庞姆 他看到拿裤露和梅雷王被蚁王带走 普夫之后就去撒联粉 其他正背着小杰网回走 庞姆此刻要做的就是赶紧躲起来 他和一家路哥同时想到要躲在地下机库 在那里的话 蚁王的原因应该探测不到 路上庞姆说了大致情况 一家路哥猜测拿古露他们还活着 可能是威尔交换人质 于是一家路哥就打算设个局 他们先把小麦带去乐园里的房间安置 同时还不忘把乐园里的女生救出来 一家路哥这时还带走了威尔芬和布罗布塔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 他要威尔芬去传话告诉后一队或蚁王 自己想和他们谈条件 威尔芬一开始只是假装答应 毕竟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而当庞姆要监控威尔芬的时候 一家路哥阻止了他 随后一家路哥跟威尔芬说 这件事情办完之后 你就去找宅一洛吧 提到宅一洛威尔芬就有点激动 接着一家路哥竟然叫出了 威尔芬在人类时期的名字 宅一卡哈鲁 威尔芬当时就愣住了 原来一家路哥生前和他是同事 欠何以是我们NGL的敌人 这句话让威尔芬无法反驳 上车前威尔芬还问 为什么会知道宅一洛还活着 一家路哥则说 就连我们都还活着 我们的王怎么肯会挂掉 于是威尔芬带着对欠而已的怨气离开了 他先是将那四个女生放走 然后再自己开车来到地面 他一出来就被尤芬看到 威尔芬很快就把话传完了 不过尤芬肯定是不会跟乙王讲的 原本传话之后就没事了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威尔芬这时威尔宅一洛为了NGL 他竟然想要攻击尤芬 在确认尤芬并非NGL的人之后 威尔芬就对他发动了软男 另一边 蚁王还在想比赛这两个字 他在房间里随意翻阅的时候 发现了一颗棋子帅 这应该是当时小麦拿在手里的那一颗 蚁王这时想到了一点 他记得自己应该是和谁下棋 而且自己还从来没有赢过 注意蚁王这时开始流鼻血 之后 普夫终于撒完粉了 他在回去时发现油皮已经挂了 普夫不敢相信会是这样 他立马赶去蚁王身边 不过蚁王暂时没有管油皮的事情 从地上的棋局可以看出 蚁王现在更想快点比赛 他觉得似乎答案就在眼前 另一边 监控者普夫的旁母突然说 已经不要紧了 他对一家路哥说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 小麦对蚁王来说是很特别的 而呼吁对里大家意见不一致 所以说 小麦对蚁王来说是把双刃剑 遵从蚁王本意保护小麦 或者为了蚁王干掉小麦 这两者都是效忠蚁王的方式并不冲突 这里得出第一个结论 蚁王肯定是很想要找到小麦 第二 蚁王在第一次发动猿的时候 并没有马上来找小麦 而且现在也过了20分钟 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小麦被旁母头发遮住 致使蚁王的猿无法探查到 旁母背的是什么东西 因此只要把小麦藏得隐蔽一点 那蚁王肯定没有那么容易找到小麦 这是第二个结论 第三个结论就是拖延时间 一直拖延到蚁王挂了为止 旁母说几个小时后蚁王就会挂掉 接着他们找了一个仓库把小麦藏起来 而此时 一家路哥似乎有点不忍 另一边 蚁王和仆夫走出宫殿 仆夫这时已经开始吐血了 其实人类和嵌合已没有差别 甚至还更加残忍 战争是人类最有害的发明之一 残垣断壁下的难民 随意堆窃的尸骨 被污染的环境 或许曾经有人想过要反抗 但换来的却是更进一步的打压 有人过着根本不是人的生活 而有人却在珠光宝系中 肆意享受着那践踏而来的虚荣 炸弹蔓威是具有毒性的 在花开瞬间 薔薇之毒大量散播 它可以散播到很远的地方 中毒之后 体内组织会被迅速瓦解 同时中毒者也会变成散播者 因此它会产生大量的连锁反应 这是一种泯灭人性的武器 而发明它的却是人类 很明显 普夫和蚁王已经中毒了 不过此时 普夫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异样 他内心还想着蚁王不要找到小麦 随后蚁王又施展了一次元 他瞬间就觉察到两次元的差异 还没走的威尔芬被发现了 当蚁王问起尤芬时 威尔芬立马说他是在讲话的时候 口吐鲜血痛苦挣扎然后挂掉 确实在百族虫孵化之前 尤芬已经去了 接着普夫也过来了 这两个无比纠结的人终于碰到一起 因为不晓得威尔芬会讲出什么东西 普夫正在想要怎么干掉他 然而蚁王让普夫不要讲话 蚁王现在可以通过圆 来读取接触过的人物情感 这个能力是普夫的灵魂奶爱权 蚁王这时感受到了威尔芬的敌意 至于普夫则无比开心蚁王更进一步 但他内心的不安也随之而来 此时蚁王想听威尔芬解释 为什么会对自己抱有敌意 结果普夫再一次阻止了蚁王 他说威尔芬接下来说的话 可能会跟他和蚁王打赌的秘密有关 这样的话比赛就不成立了 虽然威尔芬这时不懂普夫在讲什么 不过普夫的话都是真的 面对可以识破谎言的蚁王 普夫只能用真相来掩盖真相 另外威尔芬这时已经后悔了 蚁王实在强到离谱 先前因为他间接打败了尤匹 再加上伊加鲁哥提到了宰一洛 威尔芬内心的英雄主义就上来了 他想给宰一洛报仇 但宰一洛应该还活着才对 眼下威尔芬开始思考 一定有什么东西是他漏掉的 最关键的是第一句话应该讲什么 另一边蚁王开始生气了 他对普夫的各种打断行为感到愤怒 蚁王现在有个新能力 不用回答他就能判断事实对错 而从他现在的怒气来看 只要对答案不满意蚁王就会出手 忠义和敌义在他面前一样平等毫无价值 不过普夫早就做好了觉悟 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说出小麦 这份疯狂的偏执以及决心让蚁王停手 蚁王这时说自己饿了 威尔芬一下就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大约在一秒之后他凸成狗了 此刻他大脑皮层开始疯狂运作 普夫当时让他打的电话 里面藏有蚁王想知道的秘密 在经过瞬间无数的纠结之后 威尔芬说出了一句小麦 从这一刻开始 欠何以偏进入结局 因为蚁王终于想起了 和自己下棋的那个人叫小麦 他怎么可以忘记小麦呢 在记忆被唤醒之后 蚁王并没有责怪普夫 他让普夫去问拿古鲁他们 有没有比多的消息 问完之后蚁王要他把人给放了 接着蚁王完全看穿了威尔芬 他还感谢威尔芬让他想起了重要的事情 而威尔芬也将谈判地点说了出来 在蚁王走之前 威尔芬冲他喊道 我的王只有宰一落 欠何以是我们的敌人 能说出这句话真的很勇 随后蚁王表示希望你可以找到你的王 如果可以就以人类的身份活下去吧 很明显蚁王变了 欠何以输了 曾经蚁王左右摇摆于人类和欠何以之间 重生失忆之后他能包容两者 而现在他选择了人类 之后蚁王来到地下乐园 他将圆化成无数光子寻找谈判者 这些光子可以找出 蚁王曾经用圆所找出的对象 躲在房间柜子里的旁木被发现了 蚁王说自己可以用任何条件交换小麦 在接触到讨伐队的气之后 蚁王感受到了使命感和决心 他说战争已经结束了 是你们赢了 蚁王说他来只是为了小麦 而且在接触了庞姆的恋之后 蚁王明白自己命不久矣 他希望最后时间可以和小麦一起 听到这里庞姆走了出来 虽然他心里清楚蚁王说的都是真的 他没有必要欺骗自己 但是庞姆却在极力抗拒这样的想法 而当庞姆表示自己宁死不说的时候 蚁王做了一件事情 他竟然要下跪求庞姆告诉他小麦在哪里 好在这个行为被庞姆叫停了 毕竟在庞姆体内还要欠而已的细胞 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王向别人下跪 随后庞姆愿意说出小麦在哪里 条件是他要观察蚁王之后的情况 接着蚁王就叫醒小麦说起来下棋了 至于普夫 他和油皮的结果一样 隔天早上有数十架猎人协会的飞船 飞到王宫回收东西 这是一个伏笔 另外新闻报道了王宫变动的事情 所有的一切都被包装成了人为行动 NGL的异常情况也被发现了 国际保安维持机关会借此强制搜查 而在医院里 莫老五跟斗面人汇报情况 现在一切就等旁目的消息 虽然斗面人对张的安排表示担心 这主要是担心副会长派那边的人 会趁机从中挑事 但莫老五却坚持这样的决定 之后斗面人拿出一张光盘 他眼中含泪地说道 会长辛苦了 同一天 有关会长辞职 以及后续人士安排的影片 通过电脑网站公布了 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明白这是遗言 另外 剧情到这里插录了一首诗 橘池正央的人类这种生物 不过据考究这个好像是附间自己写的 我念一个比较喜欢的蜀贵汉话的版本 举杯为所欲忍者共饮而尽 不为之善 之恶 之生 之死 皆轮回也 短则穷于虚度 长则惜于智学 此乃时间之涡轮 事故欲语欲求 生命之所谓 日稀后土 歌父足矣 而这首诗的背景画面 是真正的狄格总帅 他在三十年前就已经隐居了 之后旁母一个人确认了蜀王的结局 房间里 小麦很开心又可以下棋了 当他知道自己是被蜀王的护卫救的时候 小麦想亲自表示感谢 蜀王则说他会带为转达 他还说自己没资格做他们的王 也许很快就会相见了 接着蜀王跟小麦说了自己的名字 而当小麦叫他梅努爱母大人的时候 蜀王表示大人两个字去掉 为此他们两个还下棋打赌 只不过这一次 蜀王不要小麦拿命做赌注 他还说自己已经变了 开始布局的时候我们发现 小麦的眼里有了光 然而在布局结束之后 蜀王看到小麦竟然用了咕咕里咕 这在之前已经被证明是条死路 蜀王觉得自己有点被愚弄了 于是他说如果小麦输了还是拗命 对局开始没多久 蜀王按照破解办法将军 至于小麦 他竟然真的又走出了一条火路 随后蜀王思考再三奋起反击 结果小麦控制不住的哭了 他觉得为什么自己可以这么幸福 他配得起这种幸福吗 而此时蜀王坦诚说自己中毒了 所以他想跟小麦度过最后时光 但是这个毒会传案 在蜀王还没说完的时候 小麦又走了一步棋 他说会陪着蜀王到最后 此刻他们两个的想法都是 我一定是为了这一刻才诞生于世的 接着动画在这里回顾了 小麦和蜀王相识相知的整个历程 然而画面并不会定格在这里 蜀王和小麦之后又下了几局 混乱中蜀王时不时会问小麦还在不在 也许蜀王这时已经失明了 他让小麦握住自己的手 蜀王说自己想小说一货 而小麦则通过触摸记住了王的样子 蜀王的最后一个请求是 叫出他的名字 伴随着一句好好休息 美怒爱母 蜀王彻底走了 小麦说自己也很快就会过去 蜀王的剧情到此结束 在经历过这个篇章之后 伤亡人数大概有50多万 东果陀和NGL等于废了 米特列联邦的生下三国 以共同管理和分配东果陀的财产为前提 接纳了大约500万名生还者 至于NGL被指定为勇士自然保护区 这里将由猎人协会全权负责 讲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布罗布塔 他生前是NGL的居民 和芝多列一样 他想留在这里生活 只不过布罗布塔已经忘记有前世 而芝多列却还记得 在告别的时候 威尔芬说 命不该绝前别死 这是崽异洛的招呼语 随后毕泽夫他们就开车去找崽异洛 他们推测 崽异洛应该是去有流星街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另一边布罗布塔带芝多列 来到他转世前的那个村子 当他在门口不敢进去的时候 妈妈一下就冲过去抱住他 因为妈妈还认得 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女儿 村民们也很开心看到母女团聚 这时有一位老婆婆挽留了布罗布塔 但布罗布塔觉得 自己不适合这个村子 他只是来还一家路哥的一个人情而已 不过他最后也是被哪娜叫回去了 也许这样会好一点吧 另外莫拉奥打电话告知克鲁多 这次的问题已经被政治家搞定 芝何已跟这次事件完全没有关系 他们之后会被归代为新种魔兽 接着克鲁多说了一件事情 以后之前生的那个小女孩 他说自己的名字叫凯特 是的 凯特已经重生 只不过小杰现在的情况很糟 医生说他无法离开生命维持装置 而为了治疗好小杰 诺布准备花巨资请来专业团队 此刻奇亚一个人在病房外面 他是有点郁闷小杰独自承担的一切 和以前一样奇亚会负责善后 但这一次他要小杰醒来后跟自己道歉 随后诺布过来说自己会准备一个专业团队 奇亚则表示他一定会救醒小杰 在他回来之前就拜托诺布了 我是全树 欠合一篇到此结束 下期就是会长选举片 奇亚要如何救治小杰 会长又如何安排后事 协会十二支为何全员到齐 我们下期继续